在克里米亚大橋被炸了 现在可让普丁面子挂不住 卫星影像可以看到爆炸的威力 有多么的惊人 公路桥是断成了四节 那么铁路桥亮出了 这吓人的红色火光 难道现在莫斯科也开始紧张了吗 普丁将会在今天来召开 联邦安全会议 克里米亚大桥今天以报 让普丁颜面尽失 透过卫星影像图更能清楚看到 克里米亚大桥是铁公路共构 分为上下两桥 画面前方的公路桥 断成四节 后方铁路桥 骇人取红火光 更显现出火势极度猛烈 另一组爆炸前后照片也能看到 爆炸后海面左侧出现 长长一道黑色烟雾 都是从桥面上 小小的橘色光点延伸出来 不过8号稍晚 大桥公路运输已经火速恢复 汽车和客车可以通行 但必须通过安检 一台又一台车辆 打排长龙 看不见镜头 各处加油站出现抢油车潮 更有不少人选择开车 搭渡轮离开 车龙长达三公里 至于被指称开过后就爆炸了卡车 25岁车主一夜曝光 他出面喊冤 当时开车的是自己的叔叔 从事发到现在音讯全无 俄罗斯总统普丁痛批 乌克兰袭击克里米亚大桥 是恐怖主义行为 震怒之下传出俄国国防部长 参谋总长双双被把关 另一声红然巨响 不止大桥被炸 现在传出俄军在哈尔科夫州的弹药库 也被乌军击中 但乌克兰也遭到反击 东部城市扎波罗热 9号半夜被俄军狂炸 至少12枚飞弹甚至炸进住宅区 战火狂烧 普丁也坐不住 将在10号召开联邦安全会议 记者综合报道 伊朗一名女子 因为没有正确地来佩戴头巾 结果遭到警方拘捕后意外身亡 引起了在伊朗一波又一波的抗议潮 就在当地时间8号晚间 伊朗国营电视台遭到骇客入侵 在荧幕上还出现 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的照片 而在身边环绕着火焰 同时脸上也遭到标靶 瞄准画面持续几秒钟遭到切断 伊朗国家电视台晚上黄金新闻时段 突然遭骇客入侵 画面出现了一个跟匿名者 类似的面具人动画 接着荧幕上出现了 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的照片 身旁环绕着后置合成的火焰 脸上竟然还被红色的靶心瞄准 图片上也写了一些抗争的标语 包含我们年轻一辈的血症 从魔爪上地下 骇客人权团体阿里的正义宣称 是他们发动这一次的入侵 伊朗一名女子艾米尼 因为没有遵守伊朗的服装规定 在遭到警方关押后死亡 她的死亡引爆了伊朗三年来 最大规模的街头抗争 当局部署了大量的安全人员 向抗议人士开箱 并发射催了瓦斯 企图的镇压示威 投金之死发酵 全球示威片底开花 伦敦电影节的红毯上 有导演乔装成穆斯林的牧师 双手嘴巴染上了假血 希腊还有人当众减发 因为很多女儿在伊朗 他们会死 可能明天因为工作 人权团体表示 世卫迈入第四周 已经导致至少185位平民罹难 其中还包括了19位儿童 记者综合报道 再看到泰国东北部的特务所 在10月6号发生大屠下惨案 遭到隔着前警察 在这个小镇行凶 导致有30多人遇害 而且大部分都是托儿所里头的幼童 好 您看到这位三岁的小女孩 叫艾米平常其实很难入睡 但是命案当天的午睡时间 他用毯子盖着脸很快的熟睡 大家也研判 可能因此让他逃过一劫 而在这惨案当中 有22名的童遇害者 他一个人是性的毫发无伤 活了下来 北韩近来平民的发射飞弹 并且增强了核武威胁 朝鲜半岛情势紧张 北韩的官媒在今天也释出了最新照片 金正亲自指导北韩的军队 来实施战术和作战部队的军事训练带你关心 北韩15天内一连试射7次飞弹 官媒时候释出最新照片 将近一个月为公开露面的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 穿着一身白西装 亲自督导军队实施合作战军演 刻意选在海美海上联合军演时举行 威吓意味十足 金正恩甚至开窗和敌人之间 没什么好讲的 显示北韩无意和美韩谈判 将持续加强核武 联合国报告指出 北韩已进入核试验最后准备阶段 包括挖掘地下隧道和测试触发装置 第7次核试近在眼前 北韩9号凌晨最新发射的两枚弹道飞弹 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外侧海域 日本政府严厉加强国防 包括建造能配备神盾系统的新潜舰 扩大飞弹拦截范围 国防预算更将在2023年起 5年内大幅增加43到45兆日元 相当于台币近10兆元 国防支出占GDP比例 可能从目前的1%提升到2% 另外CNN发表评论 分析北韩密集试射飞弹是想吸引 国际关注 同时对美国和日本制造压力 要他们和北韩交涉 而乌战士似乎也增强了 金正恩的信心 认为只要拥有核武 就能巩固国家地位 记者综合报道 大陆太原卫星发射中心 7号在黄海海域 将长征11号海射运载火箭 采取一件双新的方式来发射升空 卫星也成功了进入预定轨道 腾空升起直次夜空 大陆长征11号 海社运载火箭 以一件双新方式 成功将S5 S6 实验卫星发射升空 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火箭耀眼的尾燕 为茫茫大海带来一线曙光 太原卫星发射中心 在黄海海域发射一件双新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S5 S6实验卫星成功入轨 为全球大众消费 自动驾驶地理信息等 提供高精度低成本 高可靠的卫星定位增强服务 为百度地图最新推出的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实现全球厘米级 实时动态快速导航定位 有着快想力舰美域的 长征11号固体运载火箭 已经连续取得10次陆地发射 和4次海上发射的圆满成功 达成14连胜 快想力舰说的就是 长征11号的快速响应能力 相比于长征家族 其他的液体火箭 长征11号由于采用的是固体燃料 燃料可以提前填充在火箭内 并长期储存 使发射准备环节大大减少 除了长征11号海射运载火箭 驻镇北斗全球系统全方位冲刺 其他长征家族的航天成就 也别样精彩 长征2号定型运载火箭 9号在九成成功将太阳探测 专用卫星夸复1号发射升空 送入预定轨道 带领大众探索太阳一词两爆 正是踏上绝无仅有的逐日之旅 该卫星主要用于太阳要斑爆发和日秒物质抛射 与太阳磁场之间的因果关系等研究 并为空间天气预报提供数据支持 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442次飞行 20大招开在即大陆航天交出亮眼成绩单 勇于创新开启空间站时代 为习近平连任之路 再闯游史 记者陈里森波罗 好来看到在意大利南部的火山 爆发了大量的火山碎屑喷出 容易流入大海景象十分的壮观 而至于呢在大陆北京出现了大风降温天气 在这边焦雪拍下 入秋已经向下了冰长雪 火红炙热的火山熔岩沿着山坡流下 进入大海不断冒出烟尘 意大利南部的斯特隆伯利火山 在9号清晨爆发 监视其拍下 火山口从小型喷发迅速演变到 浓烟滚滚遮天蔽日 火山口台地部分坍塌 地震网络还记录到三分钟的地震信号 而南美的委内瑞拉中北部连日暴雨成灾 降雨量创历史记录 导致河流泛滥 土石流爆发 冲毁了村庄 掩埋民宅房屋残不忍睹 居民来不及逃生 至少造成22人死亡 50多人失踪 在大陆北京这几天刮起大风 达到9到10级 义和园因为地形影响 昆明湖在现金陶排案的壮观景象 吸引不少民众观浪 大风呼啸还将一颗几层楼高的大树吹倒 一辆机车车刚好经过 挡风玻璃被压得破碎 北京郊区门头沟下起了入秋低长雪 雪量不大 但是依然能够带来的一些冬的气息 大陆南北方气温节奏降 创下立秋以来最低 西岸一条狗被主人带上街溜 虽然穿着雨衣还是冷得腿不停抖动 眼神迷茫 网友同情这么冷的天气 一定要惊天溜狗吗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